Hello大家好我是胖七 今天呢给大家总结的是我第二场直播的内容 就没有看到直播的小伙伴们好好看一下哦 就这个呢也算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总结我拍视频 走过的这些小弯路了 因为明年的话我要好好地开始去创业去做小生意了 也不算是创业啊就是瞎折腾折腾 然后呢到时候我分享的视频呢 基本上也是关于我瞎折腾做小生意的视频了 就我今年赚的这些小钱钱呢 应该是我够我赔个几次了 所以说到时候呢我会给大家分享我 成功的话就是分享成功的经验 失败的话就会给大家总结一下失败的这个教训 这次希望迷茫或者是焦虑的小伙伴们也能跟上步伐 就是今年学会去拍视频 去做个私媒体或者是学会在公共领域发声 然后呢明年2021年我们去把基础打好 然后后年的话也就该我们飞黄腾砸了 好了咱们现在开始进入正题 废话不多说的啊 就是这期关于这个定目标分享总结的视频呢 也不是正式的拍视频的内容 但是我觉得我们学会这个合理的去定目标的话 却是我们做好各种事情的关键 接下来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调研的结论 然后通过这个结论呢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做任何事情之前 先去学会定目标 就包括我们就是想拍视频赚钱也好 想在公共领域发声 然后给自己积累一些粉丝基础也好 但是呢就是在做之前 一定要先学会去给自己定一个清晰并且合理的目标 这是一个来自哈佛大学的调查阶段啊 就是在接受调查的这些年轻人当中 其中呢是有27%的人是彻底没有任何目标的 那这一部分人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生活状态都是很不如意的 然后呢抱怨也很多 就是各种不如意的生活状态 然后另外的60%的人呢 他们对这个目标的意识是很模糊的 就是基本上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属于温饱度日的这个状态 就勉强的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 然后有10%的人呢 是有清晰的短期目标的 就是目标是比较短 比如说半年一年的啊 就是他们的生活状态呢 是基本上属于社会的中上层 而且呢就是基本上是属于稳步上升的阶段 因为他每到一个阶段都会给自己去定一个短期的清晰的小目标 然后剩下的3%的人呢 他们是有着清晰的短期目标 还有长期的生活目标的 然后他们的生活状态呢 基本上就是属于社会的中上层 就是物质包括精神都是很丰富的状态 就是这个调查的结论呢 其实也说明了 很多人为什么做任何事情 好像很容易失败 经常失败 其实就是因为不会去给自己定一个清晰的目标 所以说呢 就是这期这个定目标的这个分享 我也放到了咱们正式的拍西瓜视频内容的前边 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之后 然后呢 我们一路就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进了 就不要被半路 就是出现在各种野花呀野草呀 然后吸引的跑偏方向了 所以说呢 今天分享的第一步就是 我们需要去给自己定出一个合理的索目标 比如说可以去定明年的目标了啊 我基本上我把这个年目标是当成一个短期的目标的 就很多老粉丝都知道 我是特别喜欢定目标的 就看看我后边的这个365天的计划表 应该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并不是说去全职拍视频啊 全职缩司媒体啊 就大部分人都是有其他事情要做的 所以说我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我拍视频的这个目标 是根据我整年的整体目标来拆存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今年的这个收入是20万块钱 那你2021年的收入目标是不是可以定到25万 那多出来的这个5万块钱 咱们是怎么实现的呢 就昨天给大家分享的 不是分享的嘛 就是想赚钱 为什么先要去做一个自媒体 或者是在学会在这个公共领域去发声 所以说呢多出来的这5万块钱 实现的方向也是有了的 但是咱们定的这个目标啊 就是不管咱们定多少 首先是要合理 就是咱们自己稍微点一点脚尖 能努力就能达成的 就千万不要给自己去定太高 如果说你定的太高的话 基本上就是遥不可及的状态 那到时候你自己都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 那我们这样子定出来的目标就没有意义了 你比如说你今年收入是20万 你2021年你的目标非得给自己定个100万 你像咱们大部分的人都是普通人 如果说没有外界的帮助 或者是贵人的提拔的话 是很难实现的 而且呢就是咱们靠自己的话 咱们又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的积累 还有沉淀 所以说不要操之过急 定的目标一定要合理 咱们稍微耸结一下啊 首先就是目标要合理 点起脚尖就能实现 其次呢咱们定的这个目标要清晰 实现的方向要坚定不移 接下来呢就是第二大步了 就是你定完这个锁目标之后 我们需要去拆分我们的这个目标 然后呢出解决方案 还咱我当初举例子吧 我开始做自媒体之前 就是拍短视频之前 我定了2020年 我的播放量的收益 就要赚12万的 其实咱也不像人家那些大咖一样 什么一个月就赚12万 咱是想都不敢想的 一想天开一夜暴风 是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 因为我没有这个运气 也没有那个特长 也没有那个头脑 更没有那个实力 或者是背景了 所以说我只能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那这个一步一步往上爬怎么爬呢 就是进行目标分解了 你要12万的目标 如果是拆分成12个月的话 这样应该就轻松很多了吧 然后呢来了 咱们就开始拆分 当时我做之前呢 我也想到了 做私媒体或者是拍视频的话 你前期肯定是不会有收益的 所以说你前期肯定是要有一个 积累作品 积累粉丝 积累经验的过程 所以说我当初给我2020年 123月份订的这个目标收益 收益目标是零 就是一毛钱不赚 然后订的这个涨粉目标 是要涨2000个 然后四五月份的目标 就直接就蹦到了这个 收益是5000 涨粉是5000 然后六七月份目标就涨到了1万 我那个六七月份 我要每个月收益要达到1万 然后那个粉丝目标也要涨1万 然后八九九月份就1.5万了 就这样逐步递生 我算了算到12月底 正好是13万的收入 还能超额完成我的目标 哎呀妈呀 这也太爽了吧 虽然我这个目标到现在是没有完成的 但是这也不妨碍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小小的经验 虽然我订的这个私媒体 靠播放量收益的这个目标 是没有实现的 但是呢 这也并不妨碍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采购的坑 我整理出来的经验 然后呢 咱们再来总结一下这个第二步 也就是这个目标是不是合理 我们定出来的目标 一定是可以拆分细化的 并且呢 我们是有明确的时间限制的 拆分完之后 接下来就到第三步了吧 然后我们就按照步骤顺序 去执行就好了 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行的时候 就及时调整一下方案了 这就是第三步啊 还拿我自己举例 我当时开始执行了 我就觉得我自己盲目的下拍 肯定是不行的 万一违规的呢 所以说磨刀补物砍柴工 就先去学习 你像我当初学的话 我是把西瓜大学上面的这个账号 全都关注了一遍 学习了一遍 就是边学习边提炼重点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理解 去给我自己形成思维导徒的形式 就是方便我记忆理解 因为我当时自己身边 是没有人去作私媒体的 也没有人教我 也没有人带我 所以说咱们得自己学 自己去趟这条路 你像我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挺慢的 写大纲就得一天的时间 拍视频又得一天的时间 然后你还得剪辑配音 又需要一天的时间 所以说我当时的话 差不多三四天 才能发出来一个视频 一个月的话 顶多是发八个视频 然后有时候你偷偷打的话 可能一个月就能发两个视频 所以说我当时坚持到五个月 就从一月份到四月底 一共五个月的时间 才涨了三千个粉丝 然后呢 总的收益 五个月的总收益 一共是七百多块钱 就是当时就是属于 白天涨一个粉 晚上掉一个粉的状态 就当时是挺崩溃的 然后着急啊 这样下去的话 任务肯定是完成不了的 而且已经坚持了 将近半年的时间了 当时是真的灰心了 因为靠着作私媒体 拍视频 肯定是赚不到12万的 所以说我得去想办法 另外想办法去达到目的了 于是呢 这样就到了这个4月26号 然后我去摆地摊卖衣服了 然后摆着摊吧 你一摆最少得两个小时 所以说闲着也是闲着 反正那个当时就开始 不写稿子了 然后也不写大纲了 直接就是开始录我摆地摊了 然后那就张口就来吧 当你张口就来的时候 拍我摆地摊之后 我发现这个开始涨粉的 播放量也上去了 可能也是当我转变思路之后 我的视频内容 是跟我的整个的这个奋斗的形象 是比较垂直的 所以说才会涨粉 才会有播放量的 所以说呢 就是当咱们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就是当你执行目标 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以适当地去换一换思路的 但是咱们最终的那个目标 还有方向是不变的 就是拍视频这件事情 不管什么原因 咱们得坚持下去 你看我从1月初到4月底 从0个粉丝涨到3000个粉丝 差不多用了5个月的时间 但是后来从3000个粉丝 涨到现在的10.8万多 将近10.9万粉丝 就将近11万吧 一共才用了7个月的时间 而且这7个月的播放量收益 也是翻倍的 前5个月一共赚了700多块钱嘛 然后这7个月 就播放量的收益 就到了4.2万多了 你让平均到每个月 就有6000块钱的收益了 所以说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感觉正是因为 有了前5个月的积累 才有了后边这7个月的这个收益啊 或者是涨粉量了 虽然说没有完全的 按照我的这个原计划完成目标 但是我依旧是处于前进状态的 我感觉如果是再给我5个月的时间 我靠播放量赚速12万 应该是不是问题的 所以说希望大家 不管到时候遇到任何问题 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既定目标 总结一下刚刚的第三点啊 就是执行计划要坚持 一不变应万变 每一步都要保持我们自己有收获 我感觉你们听完我的分享 后期快速起步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在你们开始之前 一定要去给自己 定立一个半年 或者是一年的目标 一定要去清晰可拆分的目标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拜拜咱们下期见